首先已經沒有所謂的音樂工業 我是陸永 我是來自農夫的 原本是聽樂隊的 初中的時候沒有聽流行曲 機緣巧合 有些親戚帶我進去聽外國樂樂隊 就覺得自己很特別 其他人就是你聽主流的東西 做不到朋友的 之後就開始興起了一些 U-Metal 或者Rap Metal 裡面又是Rap 但又有些Rap 那時候就開始喜歡了 Rap 也不錯 又不需要怎樣管音 不停聽了Rap Metal 之後還配合了一隊樂隊 就是玩Rap Metal 我才會負責Rap 後來知道有人介紹我們 就是你這麼喜歡Rap 你沒有聽過只是Rap的嗎 就是Hip Hop 到真的聽到一首 覺得不停 真的很棒 Biggie Juicy 時至今天 我想我最喜歡的Rapper 都是Biggie 我喜歡Biggie 我喜歡Hip Hop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喜歡節拍 其實未必是因為那些歌詞 Biggie 就是令你很跟著他的flow 可以很流暢 他的詞好像沒有什麼雕像 很freestyle 感覺就真的很Hip Hop 樂農夫這個組合如何形成 我想跟大部份玩Hip Hop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自己形成的 就是做一堆東西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最低門檻的 做Hip Hop就是可以 你直接連工具都不用 你夾一隊Bang 你也真的要有Bang 起碼要有些東西 Hip Hop組合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夾了一隊Bang 我們就又一起是組合 順理成章是玩Rap 我們自己兩個又出來玩Rap 當時我們真的在想一個對名 我們有一個朋友 就跟我們一起在街上走 剛巧那時興起 穿得很富補大奏 就在街上看到有一個人 很大的褲子又壓起了腳 我有一個朋友就在旁邊 看前面那個人 多像農夫 我又覺得不尖解的 神推鬼 我也覺得 叫農夫挺帥的 年輕人當然有錯 我們有一個官方解釋 就說這個名字要散播 鐵殼的種子 你真的相信 真的改了一個挺爛的名字 然後快點不行 找一個有意義的解釋 讀完戲劇學院 又不能說全職 就是全部時間做音樂 但那又不是職業 所以我在外面 又會有些兼職 教一些中學的戲劇 又出去做一些 港台電視節目的演員 都幾難為生的 都是一種underband認識 去做一個DJ比賽的表演嘉賓 那裏就評判 有DJ Galaxy 有DJ Tommy 這樣 那他看了我們 又覺得我們挺好 就合作 不如做音樂吧 幫你出碟吧 那時候開始就覺得 對啦 我是可以用音樂來維生 真的開始找到吃的 就是我們出個音樂大亨的碟 有首歌叫456wing 因為那時候網絡很不發達 還有我們仍然是非常地underband 但是那時候 有一本雜誌叫Sun Monday 是有出我們 那我們又覺得 嘩 這麼主流的媒體有報道 那是一件事來的 對我們 那我們 嘩 都應該挺好 那時候開始有些事情做 但都不是叫做入紅 只不過是有人知道 有兩個這樣的underband 月下司應該是最舊的 那時候覺得出一隻碟 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就算你是 幾賺不到錢也好 什麼都好 你出了一隻碟 你都可以跟別人說 就是我出了一隻碟 因為那時候玩Hip-Hop Rap 總是覺得很重要的 那個Hip-Hop的文化 還是要捍衛一些 覺得是屬於自己的東西 每個人都會這樣 我相信 以前玩的人一定會這樣 所以我們就很喜歡 討論Hip-Hop這個文化裡面的東西 就弄了一首這樣的歌 有一個法庭 就像大家一人做一邊 那樣 但我們那時候採取一個開明的態度 就是不要經常要鎖死它是怎樣 Hip-Hop是怎樣 就是多些人玩到就更好 所以就做了葡萄本毛以上 鄭永知 而這隻碟的名字 還滿足到 只是把我們隊員 四個人 其中三個人的每人一個字 放進去 而當時有位女歌手 是叫鄧永知 還有很多人說 你們鄧永知又出到怎樣 之後又找MC人 幫我們做了首第二集 就是《葡萄本毛2》 即是我們過了第二隻碟 都仍然在討論這個問題 當然不多不少都是受MC人影響 因為MC人經常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就覺得是 做Rap一定要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就討論了 17年那首歌 我想我們現在就永遠寫不回 因為我們現在很少會針對一件事 做一首歌 而那首歌 很多人都覺得很Hip-Hop 而且最近說 這一兩年才可以重新看回MV 而那個MV是很幸運的 當年因為我們都真的是鄧永知 但當時有一個媒體 就很好人的 幫我們拍整個MV 即是他很喜歡 他很喜歡這首歌 我幫你拍這個MV 而這個MV 最後是有CG特技的 有些東西變成了一部機械人 射那個故事裏面的壞人 那個壞人是DJ Gellison飾演的 那一首這樣主題的歌 就不能夠在各大平台播放 之後就音樂大亨了 看那個碟名當時是有些野心的 反映到我們是真的想好像在音樂裡有一番作為 即是如果現在寫回上學 完全寫不到 不是那些人 是因為那時候都叫做離開學校沒有久 還有學校那些東西 那就寫了海無崖 舉高隻手 為什麼會寫這首歌呢 其實是很古怪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經常會做很多 即是Live Show Underground那些 對著全場 都幾乎不是香港人 我們去唱廣東話 我們發覺很辛苦 我們試過整首歌 就算了 反正他們都是這樣的 我們上去整首歌叫他們舉手算 他們又很High 我們在想著 不如這樣 我們算了 我們做首歌只是叫人舉高隻手 就是因為這樣而出來 不要只是舉高隻手 那麼膚淺 給它一點點意義 那就搞到變成那些捉緊夢想 那些東西而已 因為當時是有DJ 跟我們說 你們不適合的 做這些歌 他說你給人的印象是很開心的 不應該做這麼慘那麼辛苦 還有我們兩個出來 那些人覺得是死小孩子 那兩個 那又好像說了一些道理 那幹嘛在那扮大人 那不是很接受的 但其實我們就是喜歡說道理的 就是入了CMD 那你說會多了一些商業上的活動 所以那時候的音樂工業的環境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對創作人 未必一定是最好的 最好的創作環境一定是現在 今時今日一定是最好的 首先 已經沒有了所謂的音樂工業 還有也沒有人再需要 靠什麼大型的唱片公司 才可以怎樣 每個人都可以獨當一面 任何的製作也都不辛苦 你有心的 你的作品也都不會沒有渠道分享 所以現在這一個是對創作很好的時代 其實說回07年08年 你說我們拿了很多的組合獎 但當時因為我們剛剛在那個音樂工業裡面 我們不清楚知道那些獎是有多麼珍貴 即是原來可能很多唱片公司會做很多事情 很多功夫全面的部署才會拿到的 沒有如果我們真的經歷多五年才拿的 我們一定會清楚開心得更多 因為不知不知道 拿完後才知道 即是到拿完之後沒得拿 那就知道原來這麼爛 那你說拿這個獎 有沒有影響到幫助到香港的Hip Hop的發展 完全沒有 怎麼會幫助到 我覺得LMF 即影響了香港的Hip Hop發展 它會令到很多人想試一下這件事 或者會去聽這件事 很廣泛的討論 應該是說做完奇蹟了 開始多了幕前工作 那我們就放下一陣子 那個音樂那些東西 還有為什麼會做奇蹟呢 因為當時做奇蹟是因為我和C君 兩個人覺得大家一起都想不到新的東西想說 所以奇蹟是我一隻碟 C君一隻碟 這樣一人一隻碟這樣做的 分開 出去大家找些刺激 之後再回來 我想風格怎麼轉 有一幫死士 是堅守中心的 很多仍然覺得中心 都是批判Ganser 我想這個仍然是走誤 因為音樂太多變化 來到這裡 幾乎全部人都聽過全部音樂 確實真的要在整個音樂風格轉型 都說你仍然是Rap 不過現在要Trap 我想都是這個大前提 但我覺得如果你跟隨的 我都認識很多MC的Rapper 他原本很死硬派 他都轉到的 一轉Trap就Trap 很多人都會這樣 也有很多是仍然 我永遠不喜歡Trap 我覺得很好 多些東西看 有不同的花式 聽香港會聽Hip Hop 仍然是很個體的去看 有一個人出來 就是這個人 他不會覺得這個人 都代表到Hip Hop文化 因為你要有一個壇 或者一個文化 始終是要很多人 始終都是實在太少 太不夠人 所以今天你給我看了一些 我沒看過的一身 我也很開心 還有很多人繼續做 而做這件事 你知道是挺辛苦的 雖然門檻很低 但你也要穩飾 那你同時要做很多事 穩飾 才來供養到你的興趣 所以如果可以有更多人 更加多人 更加多人 更加多人玩的東西 我就先談 這個是不是 文化